杜拜的英文媒體 海灣新聞在副刊刊登專文 介紹台北好玩去處 記者親自來到這裡來體驗 宣揚台灣之美 台灣優美風景與人文歷史風貌 就連穆斯林觀光客也說讚 日前中東媒體海灣新聞 在副刊登上專文 介紹台灣哪裡好玩 記者還說台北是個不夜城 失去絡繹不絕的人潮 乍看有點像是小東京 101大樓俯瞰台北城 壯麗的風景得登頂才體驗得到 熱鬧非凡的室里厭世 美食轉個身就可以找到 琳瑯滿目的商品被記者 形容是卸拼的好地方 而故宮博物館也是觀光客 必到的景點 走趟出來就能感受 中國千年歷史文化 到訪日月潭 記者只有上一班觀光客 騎腳踏車遊湖沿途欣賞山水湖景 壯麗的景觀令人流連忘返 為了吸引穆斯林觀光客 交通部也特別加強與回教協會合作 促進兩地觀光交流 國際中心業肉編譯